是个了不起的妈妈 全世界的妈妈看起来都很像 但又不一样 可以肯定的是 所有的妈妈都是独一无二的 特别是我的妈妈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是正威风 在我受伤的时候 她会来到我的身旁 在我的伤口上轻轻吹过 然后气紧我的额头 啊 疼痛的感觉消失了 我要好起来咯 我的妈妈是只章鱼 我常常看见 她的双臂提满了东西 她的手根本没有闲着的时候 就好像是 身体里住了好几个妈妈 也好像是身上长着二十只手臂 我的妈妈是个时钟 她总是知道吃饭的时间 如果帮我穿上了睡衣 就是到了睡觉的时间 她还知道像洗手间的时间 该回家做作业的时间 连我悄悄改变主意的时间 她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我的妈妈是条棉被 当我觉得冷的时候 当我发烧的时候 当我需要安慰的时候 她就会把我抱在怀里 用温柔把我包围 一切都好起来了 我觉得暖乎乎的 我的妈妈是个夜行者 当我晚上无法入睡时 她会坐在我的床边 用手指轻轻抚过我的脸颊 给我唱好听的歌 在歌声的陪伴中 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我的妈妈是个指南针 如果我迷路了 如果我不知道终点在哪里 如果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她就会为我指明道路 和她在一起时 我永远都不会迷失方向 我的妈妈是个魔术师 当我感到难过时 当我和我的朋友安娜吵架时 当我思念远在天边 与星星共眠的爷爷时 她就会变出很多温暖 且甜美的话 那是我和她之间的桥梁 啊 依偎在她的怀中 我再也不会忧虑和悲伤 我的妈妈是噩梦猎手 当我晚上做噩梦惊醒时 她就过来拍拍我 说些奇妙的话 跳段搞笑的舞 噩梦就马上逃走了 我的妈妈是座灯塔 当我要过马路时 她总是牵着我的手 告诉我红灯瓶 绿灯形 寒冷的时候 她总会记得给我戴上手套和帽子 天空变灰的时候 她会为我戴上雨伞 当我们去海边玩耍的时候 她会在我身上涂防晒霜 还会给我戴上遮阳草帽 我的妈妈是只袋鼠 她的肚子上有个口袋 那里面装着我的弟弟 她在温暖中慢慢地长大 当一切准备就绪时 她就会离开妈妈的口袋 加入我们的生活 我的妈妈是幅画 她身材高挑 双腿笔直 她说话的时候 我会认真聆听 她藏着彩色的珍珠 照亮了我的生活 当她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时 我会忍不住在她身上放上贝壳 围着她跳舞 连她做饭时飞溅出来的汤汁 也会变成她围裙上好看的花纹 我的妈妈和全世界的妈妈一样 但又不一样 因为她是我的妈妈 人们总会告诉我 我跟她长得很像 你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呢 请把它写下来吧 希望右边这些词语 可以帮你找到灵感 你可能还会说 我的妈妈是一列火车 因为 我的妈妈是一扇窗户 因为 我也不行 我有什么样子 你的妈妈是一扇窗户 我也不得了 我会去